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诽谤能量大的师父反作用力则越大 这一点诸位一定要谨记 不然服慰至而获先道 另外 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或是信仰哪个宗派 都不要互相攻击 互相诽谤 如果互相争斗 福报一定修不好 还有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 我们要充分尊敬出家众 不管是小沙迷还是大师父 我们都要恭敬 虽说僧团中会有一些害群之马 但我们也要恭敬不可诽谤 远离即可 不管怎么样 能出家就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就凭这一点 在家人就必须敬僧 只要不傍佛 傍法 傍僧 修福自然水道渠成 这是根本中的根本 在修行的道场内不可造次 每一个道场都有其殊胜的一面 也有其特殊的规定 不可任意而为 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触犯修福禁忌的故事 有这么一家人去一个道场礼佛 儿媳和姐姐很虔诚在礼佛之后 为道场捐助了一百元钱 这时一家之主的男士大为不满 还破口大骂 这有啥用 全是迷信 有这一百块钱还不如买肉吃 还不杀生 我就偏偏给你杀一个生看看 说着的同时 看见地上有很多蚂蚁 上去就是一脚 家人想拦都拦不住 三天后 男主人忽然身体不适 去医院检查竟然是癌症 这个果报太不可思议了 虽然这是一个特例 但一定要引以为戒 还有一个事例 一位信众心地非常善良 但就是生活上很多细节不注意 因为有次在一所道场的外墙尿了一泡尿 当生的福报被折损大半 事后信众知道这个因果后后悔不已 除了修福最大的禁忌外 还有三大禁忌我们千万也要注意 修福第一禁忌 不可杀生 佛经中说 诸恶业中杀生业最重 诸福业中放生第一 人所有的福德皆从戒杀放生 这个根本中来 忽略了这个基础 所修的善法善事亦不会成功 因此佛陀制定的戒律第一条就是不杀生 在日常的生活中 要想做到绝对的不杀生是颇为困难的 例如烧一壶开水就会犯下无量的沙液 水中有着数不清的微生物 在我们按下水壶开关的瞬间 无量的生命就此完结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正常的生活 但又不犯此境界呢 其实佛祖早就说出了方法 但一般的人由于宗派之分 很难深入学习佛陀的真正智慧 在实践修福报的过程中 切记不可伤害以下几种有灵气的生灵 狐狸 鹿 龟 蛇 雕 兔 刺猬 黄鼠狼 黄鳝 牛 狗 猫 以上几种动物生灵上天赐予了它们特殊的本能与灵气 很大一部分会修行 如果伤害它们一定会给修福造成巨大的阻碍 民间很多被附体的人大部分出自这些生灵 附体的人痛苦不堪 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一定见过 这里就不多说了 只说修福的禁忌事项 牛活着使人为人辛苦耕种 死后还要被人吃掉 命运是何等的悲惨 在密宗来说 牛的前世大部分是修行人 由于业障未了而轮回还债 因此对密行者来说 骑牛都不可 骑牛都有业障 会给修行带来阻碍 更何况伤害 而狗是一种特殊灵性的生灵 大型的狗类都能够见到灵界 有的也会修行 另外 狗是一种淫欲心较重的动物 使狗肉者也会令自己淫心加重而损福得 如果详细地说为什么以上列举的动物不可杀 不可食 恐怕一本书都叙述不完 修福只要记住不可杀 不可伤 不可食 狐狸 鹿 龟 蛇 雕 兔 刺猬 黄鼠狼 黄鳝 牛 狗 猫 这几种动物生灵 修复基伏的基础便已具足 修复第二禁忌 不可不记祖 不可不孝养父母 人活在天地间 祖宗 父母是我们一切福德 一切功德的根和源泉 离开了这一点 犹如树木无根 怎么可能成长壮大 小孝养父母之身 忠孝满父母之愿 大孝令父母超越轮回 这是自古就存在的道理 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不败祖先 不记祖的人 运气一定不会太好 因为祖先一直在辛苦地保佑着自己的子孙 如果祖先获得超生子孙自然兴隆 如果祖先在恶道受苦 他的后代子孙也不会多么幸福 修复第三禁忌 不可邪淫 万恶赢为首 邪淫最损人的福德和元气 龙天鬼神 最忌邪淫之人 必而远之 福德神都远离邪淫之人 此人怎可能有福呢 那邪淫具体有哪些呢 先重点讲一些损福德大的 邪淫行为和禁忌 1. 无正同居 2. 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 3. 未婚先孕 4. 第三者插足 5. 破坏婚姻 6. 与多人发生男女关系 7. 堕胎 8. 不净场所 9. 受盈 10. 卖盈嫖娼强奸 11. 拉皮条经营色情行业 12. 乱伦 13. 一夜情 14. 月经妊娠中及产后行淫 15. 阅读书写出版银书 观看拍摄出版写银影片 16. 衣着暴露引起异性银心 17. 非识行淫 如佛菩萨纪念日 每月六斋时 父母及自己生日 父母及兄弟姐妹死亡之日 现在社会隐喻至盛 戒行者少 要修福 你必须先戒邪淫 否则行再多的善 修再多也是徒劳无益 除了上述这些修福的主要禁忌外 我们再来看看修福的其他禁忌 1. 不可骂天骂地 生活中很多人都犯了这一大禁忌 一有不开心不顺心的事 就骂天骂地骂祖宗 殊不知这样会厄运连连 报应如想 你不是怪上天对你不公平吗 对 上天就会对你不公平 你不是怪老天无眼吗 对 上天就是不为你睁眼 人身在天地间 要感恩天地的福佑 怎可亵渎 没有感恩之心的人 福德是不可能修好的 如果犯了此禁忌 马上在佛前诚心忏悔 以后绝不再犯 这个忏悔非常重要 2. 不可任意糟蹋浪费粮食 水源 人的福 禄 寿都是有一定数量的 用完人也就没有福报了 所以佛家有句话叫 知福 惜福才会得福 浪费糟蹋粮食是非常损福德的 现在的乞丐 流浪汉 大部分都是前世浪费粮食 经事罚他把粮食捡回来 就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北方有个老者算命非常的准确 远近闻名 这天有个老头慕名而来 老先生 听说您是位活神仙 能知过去未来 吉凶祸福 能给我指点一下吗 你不用指点了 三天后你的寿命就到了 回去该吃吃该喝喝 处理交代一下后事吧 老头沮丧着回到了家 辗转反侧 心情很沉重 因为算命的老者从来没有错过 吃完晚饭 老头在屋里抽着烟来回夺步 忽然看见地上有几粒白米 心头一动 心想自己还有几天瘦了 再也吃不了几顿米了 掉在地上的米可不能浪费 于是俯下身捡起了白米 吃了追土 精精有味地吃了下去 三天后 老头气冲冲地找到了算命的老者 老头你满嘴胡说 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真是造化 你是不是吃了掉在地上的七粒白米啊 由于你一念善起 做了积福之事 而此事又是发自内心感恩天地赐予的粮食 因此上天为你加寿七年 你有福了 老头听完万分惭愧而感恩 从此制定了家族不得浪费一粒米的家训 听完这个故事你有何感想呢 从今天开始杜绝浪费 爱护珍惜粮食吧 也为自己的家人做一个表率 做一个有福的人吧 世间上什么东西的价值最大 什么能养育我们的肉身 答案当然是水和粮食 太多人做了很多表面上看似的善事 还自以为功德无量 殊不知福报都折损在浪费粮食和水上 看看每天浪费扔掉的粮食 听听花花的流水声 不要以为事小就无动于衷 但这恰恰是修福基福的根本 佛法是很微妙的 只要我们懂得原理 在日常生活中活学活用 一定会法喜充满 三 敬鬼神而不可亵渎 一 直到敬鬼神的道理没有用 要懂得方法去做才可以 不可向北方辱骂大小便 因为北方是正神居住的方向 向北方做不敬事 冲撞神灵会折服损服 二 不可越造即在造前哭泣大笑 在农村更不可烧不敬物 例如在造中烧衣服 头发 垃圾 动物粪便等等 都是对造神的不敬会损福德 三 不可无故越景 因为有龙神 四 不可随意在树下大小便 那样也会冲撞鬼神 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外出方便一定要提前谈三下响指或拍三下手 降低冲撞的几率 五 不可对佛像神像指指点点 更不可击回诽谤 佛菩萨正神不会怪罪 可护法神绝对不会不管 这一点要切记 六 对一些大仙堂之类的东西 要静而远之 否则一定会受到异能磁场的干扰 而形成阻碍 折损福德 以上关于修复的禁忌 希望大家千万注意 当我们避开了这些修复的禁忌 那么福报自会水涨船高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